我就是一個Berliner, 把自己的支持給西部Berlin 在最最大的自由的權力, 1963年,美國總統 約翰菲茲傑拉德肯尼迪 在他的著名演講《我是一個柏林人》 明確反對共產主義和壓迫政權 並支持西柏林人民。 他表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一人被努力,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然后他用我是一个玻璃人这个句子 他向玻璃人民和自由最高价值表示支持 请准到我的日文 dés准到我自己的支持 我尔子计做的用选担 我了一个民主席的行動 我当地在台湾上 我现在的一战 是某些人的最高价值 没必要最高价值 但我们的一旦时代表 我郭总是怎么样 叫台湾 我是台湾人 谢谢您 请允许我以同样的方式 向台湾人民表示支持 允许我以有可能更谦虚一点 但是同样坚决的句子结束 我在贵国立法院 在台湾的演讲 我是一个台湾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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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大家自由 正式 公正的未来 就去你们 感谢议长阁下 请回座 谢谢 谢谢韦德琪议长 精彩的演说